我 老师 您休息了吗 喂 老师 雨晃 你这是考虑好了 我考虑好了 老师 让您失望了 我想 我还是决定要留在合规部 如果以后有其他 我能帮得上忙吗 我一定会亲密 谢谢 老师 我母亲的费用 我会再想办法 以他的处境 答应调调拓产一步 才是明智的选择吧 不该为了我 放弃这个机会 昨天晚上我没弄清楚 你调职的原委 就跟你发脾气 是我的不对 我今年二十七了 已经没有二十岁的 意气风发和失措的机会 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三年没转正 再找工作会更难 说实话 我 也很有压力 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 影响到我的工作 你说得我理解 其实昨天晚上 我已经跟行长说清楚了 但是我不需要你为了我放弃 去拓展一步这个机会 我会很有压力的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 要不 我们订个协议吧 协议 以一年为期限 我们靠本事转化 要是被发现了的话 不能同时留下 那各自给各自定个KPI 完成这个KPI的人就留下 失败的人走 你觉得怎么样 听起来 是一个对赌协议啊 对啊 当真吗 当真 我也想逼自己一把 再说 我不觉得自己一定会输 只不过 领证这件事情 我们最多也就 以结婚为前提 继续相处吧 那就一年 如果在一年的时间里 你对我考察合格 而且我们的工作 各自有着落的话 那就正式结婚 好 父母那边的话 还是要维持现在这个状态 我怕他们会担心 一顶 放心吧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一定会是一个合格的对手 我也一点不会怠慢的 这个我已经写好了 我图晓宁一年内呢 需要在戴瑞拓展一部 成功转正 并且拉到一千万存款 好 那我一年时间内 把拓展一部的业绩翻倍 我还没关系 不用玩这么大吧 既然是对赌协议 当然要拿出一些诚意了 那这个是完全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呀 在别人那里 或许不一定 但在我这儿 有可能 那我也改一下吧 五千万 确定要赌这么大 我不能让你吃亏呀 公平 那这一年内 我们要再拓展一部 好好努力完成协议 不给彼此添麻烦 一点 加油 加油 喂 可以吗 我马上去走 好 好 我始终不敢将为一辆光鞋 好